大家都在問 鄭文燦被收嫁之後 下一個處理誰 今天我們就看一個人 蘇巧慧 他才剛剛表達參選新北市的意願 如今卻傳出了 鄭文燦 蘇貞昌 這兩個人過去五年安插了多少人馬 在金融機構 在政府的機關裡面 會不會招來秋後算賬呢 英系大阿哥之後 會換長公主瑟瑟發抖嗎 而如果是的話 那2026的新北內戰 會是怎麼樣的心風邪雨 好 今天跟大家報信的觀眾朋友 這題政治題有點複雜 我盡量講讓大家能聽得懂 我們先看第一個就是賴清德總統 他這兩天的發言引起了討論 他說了這個憲法法庭的大法官視線 就像打棒球賽 有裁判對不對 有主審對不對 那如果你今天主審講什麼 總教練不服的話 還可以把他趕出場 如果再亂判怎麼辦 觀眾會鼓噪 青鳥會出來 他說呢 如果大法官裁判最後的結果 政黨不服的話呢 青鳥會飛出來 引發了大家的討論跟批評 觀眾朋友我先講一件事情 賴清德總統這樣子的講話設定 俊安哥你有沒有秀出什麼問題 他已經告訴你 大法官會做違憲的解讀了 我覺得有這樣的預告 而且青鳥準備要放飛了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賴清德總統他不就開記者會嗎 對 希望各政黨都應該要接受 憲法法庭最後事件結果嗎 是 那事件結果有沒有可能不違憲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那不違憲青鳥也要先出來嗎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你這樣講 讓大家覺得說 你一定會宣佈違憲 然後國民黨一定會抗議 所以青鳥才要出來 如果後來宣佈不違憲的話 可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不能預設立場 所以大家講說 你身為總統不該講這話 這其一 其二 總統沒有到新北市 但是林宥昌去了新北市 大家就看到這個畫面以後 這是昌會啊 林宥昌跟蘇巧惠 我在我們報新聞已經至少三次講過 2026 最有可能的民進黨的市場參選是誰 就是蘇巧惠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的父親是 是 蘇貞昌 因為他現在是民進黨新北市的主委 對 因為民進黨在新北市有六個立委 裡面有三個是蘇信 對不對 張鴻路跟這個吳秉睿 弄一葉師兄啊 所以他現在目前機會最強 還有一個是民調啊 上次我們講說鄭文燦的民調 鄭文燦現在就已經這樣了 所以就是他了嘛 那林宥昌有沒有被做民調 有啊 可是就10%上下 比他差很多嘛 但他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秘書長 他是主委 他們兩個同在新北 大家開始越來越關注2026 觀眾朋友再講一下 2026我只要有秀到一點端倪 我都會跟大家說 但是真的還早啦 因為2026年的11月底才在選舉嘛 今天是2024才7月 所以還有兩年又四個月 但是國民黨這邊也沒有閒著 洪孟凱 這全國第一高票的國民黨立委 加上劉和然 新北市的副市長 侯永宇的最愛 他們也罵手呢 那還有李四川 不要忘記黃國昌 所以新北的議題殺得非常的火熱中 好 現在不是只有林宥昌跟蘇巧會長公主 匯了銅框而已 兩個人還在這個現場高來高去才是危害 來幫我們解讀的地方啊 林宥昌我剛剛講 先前新北市的民調是輸給蘇巧會的 但是他的身份沒有輸給蘇巧會 我是秘書長的 秘書長是代表主席的 我今天是代表賴清德總統來到新北市 這樣大家知道的意思嗎 我是賴清德總統的代表 所以身份突然就重要起來 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今天講這個並不是見縫插針 他們兩個現在也沒有不同台或是吵 兩個不是在教授接耳嗎 對 為什麼 很簡單 居昌哥 敏感的話題來了 在鄭文燦上禮拜被收押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沒有人聲援他 對 沒有人敢聲援他 對 第一個跳出來 看起來像是聲援但也沒有太多 找到高洪安是誰 蘇巧會 為什麼 他說為什麼鄭文燦要被收押 高洪安你看他也一樣啊 他不是也有跟他的辦公室的助理在賴嗎 他不是也有怎樣嗎 他為什麼沒有被收押 而鄭文燦要被收押 這樣公平嗎 所以他講是在講高洪安 但是也回過頭來講 鄭文燦被殘忍對待啊 但黨內沒有人敢這樣說啊 只有蘇巧會這樣說 那觀眾朋友我現在跟大家說 因為你有聽過 居昌哥你有聽過新蘇聯嗎 對 新蘇聯是什麼來 我跟觀眾朋友解釋 新蘇聯是在蔡總統這八年的期間 新潮流跟蘇貞 蘇貞 蘇貞 還有綠色友誼連線 那個連 叫何志偉那個啦 所以新蘇聯 新蘇聯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叫新綠活 就是新潮流跟綠色友誼連線 以及民主活水 沒有蘇貞了 所以蘇貞跳出去了以後 他就自成一派 他跟賴清德總統不是同掛的 所以現在才叫做新綠活 大信賴 信賴團隊的已經不算蘇文昌了 所以蘇文昌系統的 蘇小慧今天跳出來講 鄭文燦也唯一敢講 大家反而秀觸說 是不是要跟蘇文昌走的路不一樣 跟這個 蘇貞 蘇貞跟賴清德走的路不一樣 然後你就要知道 謝榮謝 他又出來補一腳 他說 我跟他說 在這個蘇文昌當行政院長期間的時候 跟鄭文燦過去五年多 因為當行政院長 很多金融 政府機關的高官都是塞他們的人馬 那現在賴清德如果要 要整個把這個肅清的話 可能就會跟蘇貞利益上會有衝突 因為他已經動手 讓鄭文燦的這個必案被揭發 以前可能就蓋住 那這個東西就會牽涉到 這個禮拜天 7月21號的民進黨全代會 那民進黨是這樣 觀眾朋友 民進黨一定要選出30個中職委 選完第一輪以後 中職委之後 就要選出10個中常委 所以每三個中職委 能夠有一席中常委 這樣觀眾朋友懂我意思嗎 那今天我剛剛講 所謂的新綠活 大信賴 賴清德他希望 至少10個中常委當中 我一定要有5席至少 要有6席 那觀眾朋友 我就直接算給你聽 我剛剛講的 這個叫做新系 在這裡 新系這麼一大掛 39個人要選出30個人 那綠色有餘連線 這邊也會有一席 因為三個人就有一席 所以只要他們能選上的話 這裡就會有一席 然後陰系的話 因為黃成果他不選 所以現在看起來 就是王世堅跟蘇智芬 在這個陰系的部分 那兩個都要上 然後這個新潮流這邊 林俊現在要選 為什麼陳廷非非選不可 就是因為陳廷非想要選 2016的市長 那今天林俊現在是不是中常委 看起來是 因為有配給他嗎 新潮流 王定宇是不是 也是啊 那兩個可能選擇 都中常委 我是怎麼會中常委 但是 鄭國會講說你已經當過了 所以陳茂中勸他不要 他要跟林戴華這兩個人 所以今天陳廷非跳出去以後 他跟另外兩位 這個李偉智跟何文涵三個人 被開除了 不叫正國會了 他們只要能選上一起來 會壓縮到其他 那觀眾朋友 你看這條個民主活水有沒有 就是洪生漢跟童子偉 那你就知道了 為什麼先前 禮拜六的時候 賴清德總統要跑去基隆 跟童子偉同台有沒有 其實就是為了下個禮拜天的選舉 因為童子偉 就是他的子弟兵 他要叫他阿傑 對不對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你要看最後 觀眾朋友 給大家看這個複雜的名單 英系還可以維持兩席嗎 正國會還要兩席嗎 新系能不能維持 所謂的大信賴 信律活 賴清德系統的人 到底能不能超過五席 甚至到六席以上 雨萱你怎麼看 今天很多人在討論說 蘇巧會 蘇巧會 你不要忘了 就兩個問一下 新北 民調第一名的人 叫做什麼名字 鄭文燦 那鄭文燦現在人頭在哪裡 落地啊 不都砸了嗎 所以賴清的邏輯裡面 沒有管你說什麼 誰會贏誰會輸什麼 民調好或壞 如果說他認為 鄭文燦是個優秀的人選 民調會好的話 那就讓鄭文燦拼到底就好了 不是啊 他直接把他剁了 我管你第一名不第一名 好那第二名是誰 不是蘇巧會嘛 那捐哥我訪問各位觀眾朋友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蘇巧會 他已經拿到新北市長的入場券門票 知道說自己一定會出征 他今天會不會幫鄭文燦講話 不會 當然不會 你一定要站在賴總統那邊啊 我吃飽太鹹了 我懷疑就把這個 逆著龍鱗摸 那刺得滿手都是血 去得罪聖上幹嘛呢 所以蘇巧會他這個動作 其實反而凸顯出一件事情嘛 新北市長他不是十拿九穩的 的確 新北立委都是蘇氣當家 的確 蘇巧會現在的聲量是第二 但請問一下 我們就舉台南市長為例好了 台南市長會跟你比民調嗎 我跟各位講機率很低啊 叫你去選就是去選啊 對嘛 叫你去選選 新北能不能給徵兆 為什麼不行 因為新北是艱困選區啊 新北市民進黨沒有執政啊 當然可以徵兆啊 誰說一定要比民調 所以為什麼今天大家討論很多人選 說林宥昌第三名 林宥昌機會最低 但各位你不要搞錯囉 林宥昌現在是民進黨什麼 秘書長 那林宥昌最近出席都說什麼 我來代表賴清德主席 來傳達慰問之意 來鼓勵之意 來加冥之意 所以他現在嚴蔽賴總統啊 所以林宥昌他證明了自己的忠誠啊 他為什麼不能證明自己的忠誠 你不要說林宥昌是政國會 所以他就一定沒機會 政國會裡面也有分好不好 就像新潮流分北流中流南流 政國會裡面也有以林佳龍為首的 那林宥昌自己掛嘛 那我現在陳廷飛是不是被林佳龍拿去記起了 那理論上呢 政國會就分裂啊 那你知道陳廷飛跟誰了嗎 跟游錫坤的啊 游錫坤當年你以為怎麼會消失在政壇 被林佳龍賣掉 不是這樣嗎 說黃珊珊當政的蔡其商當富的 你在底下按盤弄這些事情 你不就是要把游錫坤給弄掉了嗎 那請問一下運作的是誰 為什麼剛好都是林佳龍的中人 林佳龍的金主 跟林佳龍有關的人 我都被人講了嘛 所以政國會自己內部也有分歧嘛 請問一下如果你現在是政國會 你要不要投靠民主 但是我是林宥昌我就往那邊跳過去了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 蘇巧惠不是我拿的 為什麼他在這個時間點要跳出來喊 理由很簡單 包括王毅川為什麼這時候要跳出來喊 王毅川是跟誰的 跟林佳龍的 所以你發現其實內部慢慢在分化嘛 你對於賴星德而言 要怎麼壯大自己的派系 壯大自己的賴系 跟蔡英文一樣的邏輯 我這個派系也抓 我這個派系也抓 反正你只要聽我的 你通通都變賴系了 以後都變賴系了 打開了嘛 對 賴星德當時判將不就一堆嗎 對不對 我們講的 趙文山不就是其一嗎 原本是新潮流 林沖賢不是也是其一嗎 黃毅川不就是其一嗎 最後跑到誰那邊去 蔡英文那邊去 所以現在他也可以玩一樣的腳本嘛 所以我在講什麼 我認同燕之說的話 也就是蘇巧惠在新北這一仗 恐怕不會如他所願 洪威我們就看到了 在大哥之後 下一個會是長公主嗎 背後你怎麼觀察 新北市的綠營內戰 當然我覺得新北市 現在在民進黨台面上 看起來的是蘇巧惠 不過現在又盛傳 林宥昌他也有這個意願 那因為兩邊都有掌握 所謂的黨部系統 一個是新北市黨部 一個是中央黨部 但是我認為掌握誰的系統 都沒有用啦 最重要的還是 能不能夠得到賴清德的青睞 尤其在這一次鄭文燦的 這樣的一個下場 那對於賴清德來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現在黨政一把抓的狀況之下 他其實逐漸在清理一些戰場 第一個剛剛特別講到 就是有關國會改革法案裡面 他透過大法官釋憲 他顯得胸有成竹 而且直接就是 雨帶恐嚇在威脅你在野黨說 大法官釋憲之後 你們要服從喔 如果不服從 我就把清條放出來 清條放出來要幹什麼呢 清條放出來就是要罷免你們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代表說 他在國會改革的戰場 把他告一階段 然後預言 如果你不服從的話 我會下一個階段的戰場 就是用罷免戰了 那另外比較重要的 像我們看到 民進黨的權貸會 這個也是他在黨內的 一個權力的鞏固 那尤其現在 可能各個派系裡面 大家合縱聯合 但是不管你怎麼合縱聯合 因為你現在最有權力的人 最有資源的人 最重要 司法掌握在誰的手上 就是掌握在賴清德手上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黨政經 那最近就是國營事業跟金融機構 現在因為看起來 他把一些 他屬於他當時他提名的一些 不分區的這個名單院 沒有那麼多人嘛 他慢慢把他塞到這個國營事業 或者金融機構 但是呢 基本上他們還是比較小咖一點 接下來他就要安排國營事業 還重要金融機構的人士了 你知道嗎 這些的勞動 你說實在他們也不是這個省油的燈啊 別說像台灣高鐵的董事長 現在就開始在張羅什麼 張羅自己的退職金啊 因為他知道他大概就要被撤換掉了 所以大家都已經要準備 要賴清德賴系的人馬進駐 所以不管黨政經 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 重要的原則就叫做信賴保平安 這個是鄭文燦給大家的啟示 好 原知在鄭文燦之後下一個 有人點名說 蘇巧惠要當心了 你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啦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賴清德他是看派系嘛 他對英系現在非常有意見 那他對蘇系何嘗不是 英系的問題是因為 蔡英文做過總統嘛 那英系當時因為蔡總統的任內人 他們結交了很多人 都在政府的體制裡面去 那蘇貞昌也是啊 蘇貞昌他當了行政院長 當了五六年耶 蘇貞昌對人事的管控是非常嚴格的 不僅是所謂的銀行公股行庫啊 董事長總經理要他自己的人 那有一些部會的甚至科長或行政院裡面的那種基層的官員 都要他指派耶 為什麼 他管他有科長啊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是他自己的人啊 那你是在我拔拙的 哇 那這個人情可大的啊 那蘇貞昌現在退出了嘛 對不對 他退出政壇 問題是他女兒還在政壇啊 那蘇貞昌過去他所放的這些人情 全部都會回到蘇巧惠的身上啊 所以如果賴清德認為說 哇 不能夠讓英系持續做大的話 那蘇系何嘗不是啊 這次2026的市黨的選舉啊 一定會比照以前 就是由黨主席直接指定 沒有初選 過去兩屆 蔡英文都是用指定的 所以才會出現說林志堅 他可以新竹市長沒有做完直接去選桃園 那是因為蔡英文喜歡他嘛 直接讓他去選 那2026一樣啊 賴清德現在就當主席啊 他就可以直接指定誰來選新北 誰來選台北 誰來選台中 那新北會指定誰呢 我認為啦 我在這邊大膽推斷 就是林宥昌了啦 因為鄭國會老早就已經跟賴清德輸成了嘛 你看他把那個陳廷飛把他開除 開除劉戲吉 可是我們看那個民調林宥昌才10%欸 輸巧會比較高欸 那林宥昌現在其實跑得很勤喔 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聽說 林宥昌到我們新北市 連板橋里長的聚會他都去啊 這好幾個月前的事 那他現在又在新北市成立了一些 什麼土地公協會什麼之類 看得出來就是佈局新北市了啦 那身為一個民進黨的秘書長 如果沒有民進黨主席的莫許 敢這麼明目張膽的 跑到一個縣市去經營嗎 一副就是選市長的樣子嗎 而且鄭文燦是怎麼下來的 不是有一說嗎 就是他想要來選新北 還有他鼓勵倫文家去選桃園 所以林宥昌秘書長主席 挺他選市長 然後另外一個蘇小惠被忌憚說 如果他蘇小惠選上市長之後呢 會做大 所以我看得出來啦 其實我覺得蘇小惠真的會白忙一場 就是那他現在跑得勤不勤呢 跑到很勤 因為上 我覺得上個禮拜還是上上禮拜 我選區啊 醫院辦了一個活動 蘇小惠跑來 因為那天蔡英賴清德有來 所以他跑到很勤 可是看得起來啦 長公主終究是白忙一場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請問我 請問我 來 你 你 我